Hello大家好,我是C姐 今天这支视频是给你们分享这四款粉底液的测评 首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复制是混合芯片杆的 用了手头上这几款普遍度非常高的粉底液 看一下它们每款各都能持妆多少个小时 感兴趣的接下来跟着我开始吧 那我的妆前卤是已经上好了的 然后首先呢我们先测评这两支 一个是亚斯兰黛的这款防水控油持久的粉底液 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吧 它也是很出名的一支 另外一个是露华伦的24小时持有粉底液 这两个一个是妆柜版一个是药妆版 那它的价格呢只有它的五分之一左右吧 我觉得这两款的持妆力都非常的棒 我个人是挺看好露华伦这一瓶的 因为我平时用它真的真的可以持妆一整天 今天一起上在脸上看看哪一款会更好 那露华伦24小时这一瓶我上在左脸 亚斯兰黛这一瓶上在右脸 我买的是适合干燥机的 所以它的水润度会比常规版的那款来得更稀释 根据全是beauty brand的这一款 会不会最好统一一下 怕等下不同的工具和不同的搭配 会影响到粉底液的瓷砖力 摘出来的效果 你们现在能看到非常白吧 可能对有些妹子来说会比较白 可以买偏自然一点的色 但是我就喜欢把自己涂得死白死白的 看一下除了特别的质和一些雀斑 其他还是可以遮得掉的 嗯 就一些斑比较顽固而已 然后黑眼圈还是有一点 但是整体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们涂亚斯兰黛的这一款 它就是唯一缺点就是瓶口非常的不方便 然后这款色号我买的可能会有点偏黄 看得到吗 会比卢华伦的那款黄很多 可能等一下我会沾脸两个颜色这样子出门 这款粉底液的颜色它就比较更接近肤色一点 遮瑕度呢我会觉得比露华伦更强一个程度 我左右两边的脸颊上面都是有斑的 但是这一款呢它遮斑的效果还挺好的呀 再看一下这边的斑 再看这边的斑 就很明显的差别 好了两款粉底液已经上好了 这两款我觉得对我的混合肌滋润度比较好的是露华伦干燥剂的这个 因为它是针对干燥剂嘛 所以成分会比较水润一点 很明显这一边摸起来的水润柔软度会比这边来的好眼 这边会稍微紧绷干一点的感觉 那这个就比较更适合混合偏油的复制吧 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滋润度再足一点就好了 接下来我去把剩下的眼妆和其他的都画好以后我就准备出门了 好了现在换好妆是下午的两点四十分 刚才算底妆的时间可能是半小时之前吧 就算是两点十分反正就从两点开始算 它持妆八个小时以后分底液会有怎样的变化 我现在滋滋满满的来做指甲 然后已经是迟到了 因为我刚才流了挺多汗的 但是现在的妆还算完整 然后我现在做完指甲了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五点 差不多过了三个小时这样子 我自己是觉得没什么大的变化 鼻子周围有一点暗沉吧 有放一点油光 然后接下来我再去别的地方看一下它后续的持妆里 目前的话感觉还挺看好它们的 现在在地式上准备重新树到六本目 因为我等下晚上有一个活动要参加 现在已经到了办活动的场地了 宿佳酒店 把我进去啦 今天晚上参加的是这个 没错就是很聪明的 Leva新出的产品 可能就世界各地的博主都会来吧 我也不知道 好了我现在已经参加完活动了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十分 看得到吗 老呼 嗯 我觉得这两款粉底液真的太牛逼了 就很坚强啦 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有一点油 就是这一块吧 就有一点浮粉和暗沉 鼻头和额头都有点油 这下绿度可能会比刚开始的时候脱落了一点点 亚斯兰黛的这一款呢 会比露华荣这一款来的 这下绿度还存在着 露华荣这一块差不多 已经没什么遮瑕了 因为一些帮和凸起的点点都挺明显 好了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现在是晚上的十一点二十分 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K算是已经维持了九到十个小时左右 我们来检查一下 脸上粉底液的状况 那这一边是亚斯兰黛的这一款 十九度也是相对很好 然后它的光泽感会更好一点 然后暗沉感会更明显 遮瑕度呢 我觉得可能就这一块吧 比刚上妆的时候 遮的没那么明显了 它会冒出来 就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鼻子的话 这两款粉底 都是有点驾驭不了的 中间这里是已经脱妆了 下来这里卡粉 敷粉 然后鼻液两边是已经暗沉 斑驳有脱妆的情况 这边是露华荣 二十四小时的粉底液 坚持了八九个小时下来 都还是有光泽感 差不多融合自己的肤色这样子 然后一整天下来的滋润水润度呢 我觉得非常好 脸不会觉得干干的紧绷感 那这两款用下来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干燥机 干皮或者混合干性的话 可以用这一款 它比较滋润 流动性和延展性都比较棒 但是它遮瑕度可能会差一点 但是湿油度和发暗沉度 都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是中型的 或者有点混合偏油的话 就比较推荐 用亚斯兰的这一款 它就比较干爽吧 然后它的遮瑕度和瓷妆度 完整度会更好一点 比较适合春夏 特别是夏天 这一款呢 就适合春秋冬 其实夏天也不会差 就更适合春秋冬 比较凉爽的季节 那这个专轨价为 六七千日币我记得 那这个才一千多 一千五左右日币 我个人是觉得 如好伦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那第一天的这两只测评 先到这里咯 我们继续到第二天的测评吧 哈喽 今天是第二天 然后我现在在测晒 专前卤和昨天还是一样的同意 用的是Sophina的这一只 因为怕根据不同的专程 然后粉底液的持久度也会变得不同 然后今天测评这两只 一个是Dior的花蜜粉底液 和Makeup Forever的HD高级粉底液 那我个人对Dior这款的印象 就是它的遮瑕度还挺高的 稍微比较厚重一点嘛 HD这款它的服贴度会更好 那我们直接上脸就不说废话 那昨脸先用Dior的这一款 这个是它的液体 我们看到还挺干爽的 感觉我挤得有点太紧过了 上罩工具依然还是昨天的 Libborn的海绵袋 海绵袋我也是在出门之前 就已经把它给打湿了 然后待在镇上 不打湿的话 可是真的没有办法用 确实它的遮瑕度真的很棒 会比昨天那两款来的要好很多 说之以外 红包被遮掉的比较明显 那可能就是因为遮瑕度非常好 然后所以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目中感 然后这些Dior花蜜上网的 基本的毛孔都是可以遮掉的 4号呢我也是买的最白的010号 滋润度的话我觉得有点 更水润一点的话就好了 而且这个黑眼圈的话还是遮不掉 接下来我们上HD的那一款 那HD的这一款呢 我觉得它的质地会更轻薄一点 滋润和水润都会更好一点 然后它摸在手上的质地 也是很水润很丝滑的那种 比刚才Dior的好推开很多 正好我买的是210号 它的粉底液可能会有点偏粉调 就比较适合冷白皮的妹子 个人会更喜欢HD这一款 上在脸上的那个色调 Dior的可能会有点偏黄 遮的都挺干净的有没有 非常好耶 HD的上上来以后 整个光泽感会提升 就是嫩白透白的感觉会好一点 那今天上好妆现在的开始时间是早上9点06分 我接着把后续的妆全部上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们一整天下来的发挥都是怎么样的 好了我现在要化好妆了 现在是比较完整的妆了一点 我最近晚上凌晨4-5点这样才睡吧 一直失眠了 所以今天的眼袋和黑眼圈超级深而已 分离也都遮不掉 9点40分 然后接下来就一直记录今天一整天的状态 好啦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 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 好检查一下自己的粉底 我觉得呢还是鼻子最容易出问题 感觉中间这一块就已经有点脱落了 下巴也是有一点点脱妆 我真的除了鼻子以外 脸颊的问题是很少的 那直小度和贴度什么的都还是在的 还算是都保持得很完好 我现在来吃午饭了 然后又是大酒饱的这一家 韩国的海鲜十几面 这家真的超好吃的 好啦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时间是晚上的9点50分 快到10点了 那今天这个真的是超长待专 距离早上9点多开始到现在 已经过了十二个小时 三个小时了已经 大家应该都忘了哪边是哪个粉底了吧 左边脸呢是Dior花咪的这一款 右边的脸是HD高清粉底液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 这粉底液像什么样子了 反正整体大致上的看 还是可以见人的 就是一些细节部位 比如右边这一块HD呢 它的控油效果可能会比花蜜强一点 可以看到它的油光感没有那么明显 然后花蜜这一款它就是粉底液 跟自己的皮肤油脂融合在一起的那种光泽感 色下度可能会比干上的时候脱弱一点 暗沉度的话这一块是还好 花蜜这一块的黑眼圈看起来就最常的暗沉 滋润水润度呢 我觉得这边会水润一点嘛 这两边过了十二个小时以上 都还能保持现在这种持久度 还是非常牛逼的 然后我发现鼻子和嘴巴呢 是所有粉底液的杀手部位 就是没有一款粉底液可以把这一块区域持妆的效果发挥得很好 鼻翼这一边 这一块呢是已经脱妆了 这里卡粉的效果非常的严重 放油脱妆了 这一块没有粉底液了 然后这一边呢 它呢很明显的看到油斑膊 两条法令纹呢也是有浮粉的状况 下巴呢这一块会有点放红 额头呢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这一块已经是斑膊浮粉开始脱妆了 这里半圆形的形状都已经是在放油光 那这两款相比较下来呢 我可能会更加喜欢HD这一款吧 因为我是混合型偏干 所以比较适合它这一款水润度强的 迪奥花蜜这一款呢 我就比较建议混合偏油这样子用 它就比较干爽 我觉得除了它们两个的质地不一样的方面上面 其他的功效都还是挺不像上下的 但是润性假皮的话呢 当然HD的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价格可能就要7000多 6-7000日币这样子吧 HD的我不怎么记得 我会打在屏幕下面 反正一定会比画蜜的便宜 结合了昨天两款加起来一共四款的话 可能第一和第二名会是这两瓶 露华蜜这款我非常喜欢 但是我觉得它的色调会太白了 如果色调在偏自然一色号的话 可能它就是第一名了 它们两个的水润度和滋润度 还有防暗程度控油度 做的都是非常好的 遮瑕的话HD会比露华蜜这款更强一点 适合季节呢 我觉得在春秋冬是最适合的 然后夏天也是可以用 就是没有其他三个季节来的那么的适合吧 然后价位的话 这款是最白菜价 那这两款适合的复制 就是中型啊 混合偏干或者干型 所以这两瓶是我的第一和第二名 HD我可能给它8.8颗星 我露华蜂给8.5分这样子 差别并不是很大不相上下的感觉 那接下来这两个装柜牌呢 亚瑟兰黛和Dior的 可能第三名我会给亚瑟兰黛这一款吧 因为我觉得它的持妆效果 在这四款里面算是比较更深一筹的感觉 虽然并不是很滋润吧 就比较干爽 就非常适合夏天这样子用 控油度就是非常好的 秋冬的话可能用起来就太干了 防暗沉度的话 我觉得还算中等 价位把它的基准给拉低了 如果再便宜一点的话 它的性价比会非常的高 所以这款是我的第三名 我给它7.5颗星 那第四名的话就是Dior画面的这一款 它也不是说非常差啦 但是我觉得跟前面三款比才 它的表现度会相对平庸一点 就是没有非常突出的优点 但是它的持妆度6至8个小时都还是OK的 然后防暗沉度可能会差一点 控油度的话也还好 那这下都是挺强的 水润滋润度呢 我也感觉不到非常的滋润 因为它的粉底液质量相对偏粘稠 有点干 所以我觉得秋冬的话可能不够滋润 但是放在夏天的话 它又不是很控油 就只能勉强把它放在春季的时候用吧 然后它的话我给它7分吧 也不要给太低 7.5分左右 因为它也没有非常大的缺点 但是也没有非常大的优点 就无功无过的感觉 好了以上就是HD入花容Dior和亚斯兰黛的四款粉底液 花了两天的测评 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粉底液测评 所以可能有些分析的并不是很精细 就凭我自己混合性干皮的大致的感觉 那希望跟我同皮的妹子你们能找到参考 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喜欢这类测评视频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面多给我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下次见吧 拜拜